我們來看一下各位進來之後都是英文版 那怎麼變成中文版請從左上角這裡 這裡我就不用我就把它先削毀一下 從左上角有沒有help 這個地方放大一點 有看到這樣的嗎 不要看字意嘛 看字的 那個就好了 好當你選好之後 你要重新啟動一下focus guide 所以我把它關掉 您重新再進來一次 OK 再把它打開 有沒有看到變中文了 已經有中文字跑出來了 所以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預銷重新啟動而已 是不是都變中文了 好 那待會呢 要怎麼註冊 因為我們現在安裝這版本是國際版 所以您要註冊請找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免費註冊 從這邊按一下 那麼它出現了這個裡面 您就直接輸入您的信箱 然後打入您要的密碼兩次 就這樣 就好了 OK 不用收認證嘛 但是如果是簡體的版本就需要 當然如果您回去之後 我順便跟您提一下 如果回去之後呢 您想要自行下載 也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我有準備好 它的官方網站的連結 當然你直接打也可以 直接知道關鍵字 你就點過去 就可以進到它的官方網站 那這個官方網站是英文的 所以您從這邊下載的 就是我們講的國際版 如果您想要下載簡體的版本 因為它也有繁體中文的那個字 你就跳到最下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FocusSky中文 您從這邊進去 就會進到它簡體版 就會進到它簡體版的那個 網站畫面 那從這邊下載就是簡體的 主要就是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授權方案不一樣而已 其他軟體都是相同的 好來還給您 謝謝